欸 幹嘛幹嘛幹嘛 太大了太大了不要再靠近了 救命啊 幹什麼幹什麼 衣服布料非得穿這麼少是不是 你幹嘛臉紅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睡大 又到了遊戲開箱時間啦 今天要介紹的這款 是某位粉絲實行推薦給我的 我當下就直接認住了 因為居然有我不知道的新遊戲 我還特地上網查了一下 發現目前這遊戲的討論度有點低迷 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沒有在任何的地方看到這個遊戲的廣告 但既然這位粉絲這麼強力的推薦 我決定來一探究竟 首先這個遊戲的故事架構還挺好懂的 簡單來說呢 在這個世界裡 每個人出生的時候 大腦都會被改造 通過一個叫做太一主腦 來檢測與控制每個人的思維 那我們扮演的就是負責 進行思維監測任務的邵斯扣 那因為一場爆炸案 我們所熟悉的世界觀正在逐漸崩塌 這個遊戲戰鬥的方式 有點類似於電影的全面啟動那樣 我們扮演的邵斯扣 有可以入侵對方心智的能力 而這個入侵終端的過程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戰鬥的畫面 整體來說 主線劇情的敘事節奏還不錯 不會有那種謎語人的問題 神優的配音以及美術立繪都是在水準之上 但有些立繪是不是有點太過於性感了呢? 嘿嘿,讓我看看 然後這立繪不僅僅是會動而已 你去點擊他的話還會觸發一些特殊彩蛋 大人的擁抱一直一直都讓我很安心 真的嗎? 欸 可愛捏 閉嘴啦 難得走開 戰鬥的過程採用的是5v5的半即時戰鬥 有自動戰鬥的功能 雖然說可以手動 但我相信玩這類遊戲的人 根本就不會想要去手動 所以我們所要做的 就只有把陣容配好就行了 角色除了有分護衛型 先鋒型 異能型 等等類型之外 還有陣營的區分 上陣同陣營的角色可以啟動聯合加成 還有一些像 異獄、異眼鎖、靈禁制 這種比較特殊的陣營 獲得聯合加成的條件比較特殊 有些角色甚至還有羈絆的存在 所以我們要根據這些種種的條件 去建構出最合適的五人隊伍 而且陣營之間還存在著克制的關係 所以不太可能只使用一套陣容就打到底 必須得多準備幾個陣容來應付不同的敵人 那角色的養成 除了有提升等級 還有心機突破 裝備系統 核心系統 套裝效果 再加上熟悉的抽卡機制 看到這裡你是不是覺得 這就是一個坑錢的抽卡養成手遊呢? 沒關係 我一開始也是這麼認為的 然而事實上 這是我目前玩過最佛心的抽卡養成手遊 我目前玩到第七天一毛錢都沒有出過 你看這些壘除的獎勵都還在呢 我的寶石完全是靠主線和活動所贈送的 遊戲體驗極好 目前都沒有卡關的問題 這遊戲會不定時的推出主題的活動 雖然都會伴隨著克制的商品 但更多的是一堆可以白嫖的資源 我還是頭一次玩到獎勵會領到手軟的遊戲 也就是說那些商品 你直接當作沒看到就行了 主線給的獎勵也很離譜 十連抽一直送一直送 角色出SSR的機率也非常高 我實測平均每30抽就會出一隻SSR 喔 甚至還出了雙蛋黃呢 那我玩著玩著不小心就誤出了寶石的運用之道 寶石絕對不要拿來抽常駐池的角色 光是主線活動所贈送的券就足夠你抽了 寶石只用來抽限定池的角色 每天可以投入20抽 那寶石不用來抽角色 要用來幹嘛呢 答案是 用來購買百貨市場的每日商品 全部都買就對了 不要懷疑 我們前期最需要的就是價值點 經驗卡以及突破模組 有了這些資源 我們才能提升角色的等級 角色的等級升上去了 我們才有足夠的戰力繼續推進主線 那說到等級 本作還有同步樞紐的功能 可以取5名主力角色中等級最低的進行同步 放進欄位的角色 等級會直接進行同步 不需要再重新培養 但是要注意 角色的等級上限 需要靠提升星級來突破 所以我會建議優先培養星級較高的角色 再利用同步的功能 讓其他低星級的角色 也能夠享有高星級的等級 喔對了 角色的等級重置是免費的 夥伴們不用擔心資源會被浪費 再來要講到的就是要籤的功能 很多人一看到要籤就覺得是個深坑 但其實不然 他就只是一個 將那些沒在使用的角色 回收再利用的功能而已 5星突破至6星必須是同一個角色 但6星突破至7星 就可以使用另外兩個相同陣營的6星 來當作素材 即使是SSR的角色 也能夠使用兩個SR的角色 來當作突破星級的素材 這個東西一開始沒有搞懂的話 確實第一眼看上去就很嚇人喔 但當你理解了之後 就會知道這是一個很不錯的功能 不然那些沒人要用的小角色 就只能擺著好看嗎 當然是狠狠的拿來進行回收啊 這裡還要再提醒一個很重要的 戰力提升細節 在資料庫 成就 這裡可以一鍵領取所有的獎勵 然後在連結這邊 記得要去啟動角色之間的連結 會提升該名角色的能力值 再來是最重要的改裝中心 可以透過消耗零件來提升核心圖子的等級 這裡所帶來的提升是 影響著所有的角色喔 然後還可以根據陣營類型 去分別提升圖子的等級 這可以提升該類別的所有角色的屬性喔 當初我就是忽略了這個細節喔 導致我主線卡關啊 在我完成圖子升級後 戰力直接三級跳 再也沒有卡關的問題喔 OK那說完以上 我覺得這遊戲很佛的部分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另一個很吸引我的特點喔 輕鬆掛機 雙手徹底解放 我頭一次玩到可以自動推圖的遊戲喔 這個自動到下一場的效率 居然比我手動還要快啊 我還以為我在玩的是一款放置型的手遊呢 那我自己的玩法是這樣子的喔 推主線的時候 我就開啟自動下一場 並將劇情自動播放 我就可以解放我的雙手 同時還能夠享受劇情 你想想看 這個時候手上如果拿著洋芋片 這不就成為了頂級的享受嗎 那當我的主線推不動的時候 或是我現在要打算離開座位去做別的事情 我就會掛著讓他自動爬塔 等到忙完事情回來後 就是領一堆獎勵 然後戰力再度獲得提升 又可以繼續推進主線了 這個看似簡單的手機遊戲喔 卻因為這些功能 讓我一不小心就玩到忘記時間喔 那這七天下來的試玩體驗 我真心覺得還蠻不錯的 與其他相似的遊戲類型來說 七願幻夢重構 確實有著屬於自己的特色喔 它有著更佛心的獎勵贈送 與更便利的遊玩機制 還沒玩過的夥伴 推薦可以下載嘗試看看喔 那麼本期就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夥伴們對於七願幻夢重構 又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歡迎在評論區一起討論吧 我是水大 我們下期見 掰掰